有一款线上平台出炉了 民众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定位 比对确诊案例的活动轨迹 看看是否有跟确诊患者擦肩而过 疫情加剧陆续出现了肺炎确诊患者 啪啪走的现象 现在就有民间高手 整理出这些感染者的移动轨迹 让你可以来比对一下 电视前的您也不妨扫这个QR Code 来个自我检验 就是这个网站 新冠肺炎历史轨迹比对 创作者临时政府是个公民团体 政委唐凤也曾是成员之一 这个检测总共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就是点选时间轴 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红点 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定位记录确认无误 就可以进入第二步 把最近14天的轨迹下载下来 第三步再把档案回传 系统就会一秒分析 发现跟确诊患者去过零个重叠的地方 心里踏实多了 准确一点可能知道我在公园 比如说在公园的哪一个区域 所以如果以交叉比对的状况之下 其实可以看出一些大概 不过专家也提出质疑 毕竟行踪资料是落后指标 无法做到及时 反而让民众哪都不敢去 助长恐慌 多多杀杀会 我会尽可能就不要去了 我有试过 有一些新的消息 其实都会去看 值得注意的还有 这种定位网站 不是每个都值得相信 否则资料落入有心人士手里 他可能会知道你的生活的规律之类的 例如说你 你都几点上班啊 或是说你上班的路途 会经过哪些地方啊 那几点下班啊之类的 看来网站还是参考就好 毕竟跟患者去过同样地方 也不见得有近距离接触 不需过度恐慌 东森财经新闻六志黄福祥台北采访报道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